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 那現在時間是早上11點09分 今天是禮拜天 那我們就原來不是還剩下五檔嗎 然後其實加YT底下留言只有六檔 不過我就把我自己個人也有一些興趣 然後就是全部都是在這個強制股 我禮拜五的強制股 然後就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還是要提醒一下 因為最近的大盤 大家都知道說其實算是在一個高檔的整理 那在市場上所有大部分普遍 所有的人都覺得說會來一個修正 他會來一個鬼檔 所以說 就會講一句話 就是說如果說你是新手的話 那在這樣的行情 搞不好他真的往上噴 那資金是100% 雖然說如果說你是新手 那是小白還是小產物的話可能沒什麼錢 那如果說你是一些 是有錢的新手的話 那你可能滿倉 然後在這地方是順勢上去的話 那你可能就真的賺了很多錢 不過大部分人到這個整理的階段 盤頭的這個階段 但是大盤在盤頭之間都會稍微做一些減碼 那我覺得這也算是在應付 譬如每檔個股 那每檔 每一個 一個 你所遇到的一個情況 每檔 針對這一檔個股 或是說指數 或是說大盤 或是說國際情勢的一個點 就是一個很好的減碼的點 所以目前我自己個人的想法是 現在 應該說下週 如果有一些突破W底的人 或許他不是一個契機 那或是說之前呢 漲得已經真的很多 譬如說W底已經噴出去一段滿足了 那現在往第二段滿足的那一種個股 我是覺得盡難就先不要去碰 非常多啦 IC設計裡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反正是電子半導體裡面 因為大部分有些是從1月開始往上噴的 所以這些個股真的需要小心注意 那 如果說你下禮拜有要做一些進場的話 那我只能說你可能把眼光放在一些強勢股 那強勢股之前也跟大家做介紹 就是 不是說在強勢股排行板裡面的 不是在排行板裡面 是在左下右上很明確 像現在你知道什麼寶瑞啊 藥華藥啊 然後 譬如說 就是現在禮拜五很厲害的 雷虎啊 這種就是沒有前高壓力的那一種 那我會比較把它都是一個強勢股 拉回可以去做進場 然後在大盤在整理的時候呢 可能一些大戶他們還是會 做一些減嘛 然後把資金呢丟一點點 到這些強勢類群 所以就是說 他們是比較沒有壓力的 可能是大戶呢 全部一起都看著這些檔花 然後大戶滿一點的話 那基本上是比較容易往上去推升的 所以這邊還是要稍微再講一下 就是說 禮拜 禮拜幾 禮拜 禮拜五那時候不是有講過嗎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下週啦 小心股價回答 那我覺得是手上握一些強勢族群 我強勢股啦 我強勢股我會更好 那就跟我禮拜五講的一樣齁 你是做錯呢 還是錯過 這是兩碼的事齁 你做錯呢 代表說你技術不好 你觀念不好 你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錯過呢是表示說 你是學有一些經驗的存在 譬如你真的在下降之前 你真的好好研究他基本面 你真的好好研究他的技術分析 你真的好好研究他的籌碼 那這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在過往 讓你拿到一些不錯的成績 只是說在這一周也可能就是 遇到一些修正啊 回檔啊 那個 一些拉高的一些出貨 那你就是錯過 之前一月份到現在的行情 真的不誇張 你從一月 一月初開始投資到現在的個股 基本上都漲一大段了 真的都漲一大段了 到現在已經二月快中了 所以我知道啦 每個人都是不希望錯過 所以很容易做錯 大家去思考一下 這句話的含義 就是說 你就是因為你不想錯過嘛 你不想要錯過這一段漲幅 所以你很容易怎樣 追高殺低嘛 很容易怎樣 做錯就是追高殺低 那錯過就是沒有 跟到之前那段漲幅 那目前呢 市長上蠻多人都覺得說 在這個位置可能大盤會盤個頭 然後開始往下整理一下 然後之後可能 才有機會往上進攻 那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也是這樣子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也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是覺得 如果說下週你要做進場 或是說你現在呢 手上是一些在頸線上面 就是有點要上 有點上下 然後沒有很 很一個爆發性的一個上漲的話 那這些手上的個股 我認為都是需要做一些 減碼 減到你認為說 反正呢 你手上還是要維持一些部位嘛 怕說 大盤搞不好真的就上去 那你手上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部位的話 那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損失 因為你買不到很低的價格 你沒辦法比較輕鬆去面對 就像禮拜五那部影片一樣 你買到了之前 鋼圖或頸線 的一些WD 像是翼龍 那志遠 那還有艾普 艾普已經漲了2-30% 這樣子 那你沒有去買到的話 那其實你在後面去操作的話 你會非常非常難受 因為你在後面操作呢 你並不是做錯 你是錯過 你錯過那一段漲幅 所以說 如果說下週啦 下週開始 我覺得你可以把眼光放在一些 強勢族群去拉回 然後再去做進場 下週一些 可能在一些 反彈個股上面 可能表現不會到很好 但是你要去發現 你要去認知的是 反彈的一些個股 就是左站右下的 那些右下的個股 其實從底部開始 反彈上來 其實也是拉了一大段 拉了一大段 就是說 拉到了 這些散戶都想散撤的時候 那主力呢 就開始出貨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下週你要操作的話 就是 你呢 你可以去 當然你可以下一些小部位 在一些反彈個股 就突破頸限 並不是說那些 你覺得說可能會反彈 但他其實根本還沒有轉強的一些個股 所以你把眼光放在這些地方 我認為是比較好一點的 對 那這樣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個股吧 我覺得 我剛剛講的話真的蠻重要 大家可以去體位看看 那 經過一個禮拜 我們再來看看整體的情況吧 那在禮拜 那時候禮拜有跨禮拜六的時候 半夜不是有講嗎 然後就說 要嘛就守住三針區之前 要嘛就砸到 黃色線跟黃色線之間 這個range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本身不操作美股嘛 所以說 我們就把它抓一個很大的範圍去看 那其實講真的啦 然後操作個股本來就也不是說一個點 打到哇超厲害超屌 並不是 你要看一個很大的區間的話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合理的一件事情 因為 就是差大概一百 一百多點這樣子 然後這個範圍呢 都把它當作是一個 它 終究可能會有機會砸下來 但也有可能不會砸下來 但砸下來又如何 砸下來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支撐的一個買點 這樣子 目前納指情況是這樣 然後我們台股呢 最後最後的這個收盤呢 也是一樣收在15535 雖然說 在盤中這邊有破到15505 這地方 但是最後的轉折上去 我稱在大致上這個level啦 跟我禮拜四 那一部晚上復盤一模一樣 禮拜五也是鎖住 這樣子 所以那個點 你去進場 哇真的很漂亮 賺的應該也不少吧 如果說你只下那個點 那那個點呢 我們只能說 你就是沒有錯過 那你做錯呢 你就是怎樣 我剛剛突然打出來了 每個人都不喜歡錯過啦 所以很容易做錯 那所以說那個點 基本上來了很多次 那很難錯過 那你會不會比較容易 不做錯 比較不容易做錯啦 我認為是真的 就會比較不容易做錯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齊佑吧 OK那 目前齊佑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想法是這樣的啦 那 就是說 他算是強勢股嗎 他算是嗎 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如果說 以他之前的一個高點 那當然 他一定有前高 我有眼睛看出他的前高 但是 以他之前的高點 過了這麼久 就好像現在的 比如說現在宏達店 不是大概六十幾塊嗎 那你覺得 還有多少人在一千塊以上 就問你 你覺得還有多少人在一千塊以上 少數人嗎 少數人 當然可能真的真的還是有 雖然我是不知道 我身邊是沒有啦 但搞不好還真的有 可能 因為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那 可能搞不好真的還有人 有一千塊以上的宏達店 那他現在六十幾塊嘛 所以說 都有可能 但是就是佔少數分 佔少數啦 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 2017年到現在 大概經過五年了 那五年的 這個位子 從底部開始算 2020年開始算到現在 我還是認為說 他是屬於在 強勢股這一塊 然後呢 他是在這個 12月份的時候是開始往下砸 然後1月份的時候 他反彈的沒有到非常強 基本上1月份那時候 至今 大部分都是在 這個電子版半導體 IC設計這一塊 就是連那個 年前封關那時候 1月中旬也是嘛 所以說 目前這一檔 如果說我們搭配這個 精銳一起看的話 我們搭配那個精銳一起看的話 就知道嘛 因為兩檔都是在做這個 算是 我們的這個 資安的 資安概念果 那精銳是往上突破的 突破他的前高 然後禮拜五開始修正 然後也沒有一個出貨線 稍微一些出貨啦 但出貨還是有人去接嘛 拉一根下引線 所以說 當然說以兩檔來比的話 精銳就是最強的 最強 所以 那當然以價格來說的話 你的 40幾塊 30幾塊你只能買 他的大概 大概6分之1吧 不過 以他目前的情況 我自己個人覺得 目前是 從高檔碰壓力之後 要往下跌 然後這邊形成一個假突破 假突破 那大家還是要把 這邊這個大量呢 放在眼裡 因為這大量呢 確實蠻大量 底部這邊都沒什麼出量 然後底部這邊打了一個W 然後最後再上去 那禮拜五稍微一些出貨 所以我自己個人想法啦 如果都從這裡到這邊 這個 這一段 是有機會可能會發生 但是一樣啦 你的這個 停損呢 就把它給抓出來 然後停力的也把它抓出來 那都是有機會 那我大致上可能會抓到這個level1吧 就是這邊這一根嘛 兩根 三根四根 大概碰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都把他當作一個壓力 所以在這個之前呢 我認為就把它給先 賣掉吧 可是7多 所以目前這個range 大家可以去觀察看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太勇 那太勇最近真的是 還蠻強勢的 因為他 我也不知道他在吵什麼 只是莫名的 就突然來個大突破 然後我自己個人呢 看一下 他的限 對 一個是調整 一個是還原 一個是不還原 那看錯了 那要看這個啦 要看還原的部分 要看還原的 我發現我那時候切錯 所以說一樣啦 那我們就看這個點 我想說 上一次我們就這樣講 那 因為這一根是 在禮拜四的時候是掌停板 然後禮拜五稍微出貨 然後讓他下眼線 那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感受 我在禮拜四晚上復盤的時候 好像也講說大概28多吧 所以說 恩 目前應該是這裡 這個位置 28 28這附近可能是一個支撐 可能啦 可能是支撐 那當然有興趣自己再看看吧 我待會他跟這個群組會員講一下 因為他有WUN 然後修改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正積 那正積的部分呢 目前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就是說 他已經突破了 突破了 然後這一根突破了 2月3號突破 然後在禮拜五快要下來 到這個Label 所以目前底部是 足了一個WD 然後價格到這邊 然後去守住 這邊的底點 守住這邊的底點 我認為這邊就是一個 一個機會啦 看自己有沒有興趣吧 大致上是這樣子啦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WD 那剛剛有講喔說 如果說 你是要在下禮拜 進行一些反彈股的話 那當然 他算是剛突破 剛突破我還是會把它當作是 應該還算是不錯的喔 只是說還是 較容易受到大盤的影響 大家懂意思嗎 就以 以一些 現行來說嘛 以一些話題來說 像剛剛的金瑞 跟這兩個正積 雖然說他們做不同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是你 你是散戶的話 你是散戶的話 你會想進哪一個地方 你就去思考這個問題 在大盤不好的時候 沒有壓力的個股 是較容易往上拉的 那有壓力的就會 進行一些盤整 那當然我們可以在 大盤修正 盤整的時候 去找到一些 就是 也是掉下來盤整 但是盤整並沒有跌破 所以 下禮拜如果真的 大盤來一個大轉折 那或許 政績這樣回到 我畫的平均線這個支撐 開始震盪整理 那大盤開始好的時候 或許就有機會往上 但是 你要怎麼去 知道說 你要怎麼知道說 哪一檔個股 不會跌破支撐 不知道 這個 我到現在 我都不知道 我也真的沒辦法預測說 沒辦法去 有一個很完善的策略說 我要知道哪一檔個股 就算產業趨勢好的 就算基本面好的 就算營收好的 都有機會去跌破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 技術分析 我們不是面對一些籌碼 不是面對一些基本面 你就算籌碼再好 我認為都還是有機會去跌破 都還是有機會跌破 所以 沒辦法知道 所以你有興趣 你就遠感進 那 如果說 這個地方做停損 那就是停損 那也沒辦法 除非說你真的要到達一個 大盤超級無敵好 然後你再去塑下膽的話 那下禮拜呢 完全不建議 下禮拜完全不建議 除非等待一個修正 除非你等到一個大突破 我才能告訴你說 大盤可能現在還不錯 那目前我個人想法是這樣的 當然他唯一的一個例外 就是說是 善跪指數那邊 我認為可能他有一些機會的存在 那大盤的話就 沒有 那他是 善跪的 或許就有一些機會 我們看一下星星 那星星的部分 我目前個人覺得 就是說 會往下去砸 那我不曉得會不會守住這裡 但 其實在目前的一些規劃裡面 在目前一些規劃裡面 我自己個人覺得他 還有的跌 還有的跌 我認為他還有機會下跌 那 究竟會跌到哪邊 我自己目前就看 大概這個區域吧 就我畫起來 到底然後反彈 好的這個區域 我自己個人覺得 在這邊是有些潛在的機會 那當然 你自己就常常看吧 我認為這邊是一個W底 那這邊是一個 假跌破 破底翻 我們打破底翻 聽起來比較專業一點 破底翻 這邊是一個破底翻 這一塊都破底翻 那翻上來之後 這邊就是一塊之城 大概是123 124 125 這邊這個區域 當然他會不會跌破 有可能 那如果跌破的話 可能價格 股價可能又開始往下去走 這有可能 我目前看到這裡而已 然後看看資源吧 資源也是一樣 在這一周也是碰到200 那差不多就有一些 就是整理了 那當然 他價格有 就是說 我自己個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會員個股那時候抓的時候 我們就抓這一條 下山區線突破 加上180的突破 最後收盤180的事 就非常值得可以去進一張試試看 兩張三張 然後看自己客人手上的資金有多少 因為他其實超過180不過才大概 2%吧 其實不多啦 所以說是值得去試 那你有試單的 當然這邊就直接拉了一波 小的 不到非常大啦 不過就大概還有10% 那10%差不多到指引位 所以 那時候如果說啦 你是會員的話 基本上有興趣 這一檔的話是有辦法下到檔 那他最近牽扯到一些 就是IP系之 IP系之彩這些話題嘛 那會不會比一些其他的IC設計更加強勢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那 你說現在有沒有機會 去進場 講真的 我不太確定 我不太確定 因為我就抓180支撐 那180支撐會不會鎖住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告訴你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現在的盤勢 就是有點在盤頭的感覺 搞不好 我也下來修正了 大概0.5啊 0.618之類的 只是 從這個 1月30號大閃過後 修正一半 還是說會跌回原點再反彈 我沒有人知道 我沒有人知道 所以說 目前這一檔 我就畫這樣子啦 那大家懂什麼 就是 這是有點錯過啦 如果說你沒有抓單 就是錯過了 你的成本就沒有這麼低嘛 那你就錯過 那他會不會有機會跌下來 不知道 他會不會往上突破 不知道 那就是錯過 那錯過等在下一個行情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底呢 是從去年6月到現在 然後 然後整個型態的突破 最好買點 確實在2月2號 所以你要等了大概 不只六個月喔 七八個月 然後才來到一次 非常好的完美的一個點 所以有時候機會呢 是 就是 不好去發現啦 但是如果說每天這樣看 花時間去看 確實是有機會發現 好我們看一下新勝利吧 新勝利呢 就是底部畫家上升趨勢線 那你說現在有沒有機會 我個人覺得 最有機會就是在 那時候抓在會員個股裡面的 這一天 1月13號 因為很早之前就畫了 這個神聖趨勢線 對那 蠻可惜的是 我在他大概這個地方 在反彈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在這個 大概到這個點的時候 我就有發一部會員影片 然後後來他砸到這個點的時候 我就忘記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1月13是禮拜五 然後再來下一根是1月16 那禮拜天我忘記發 但是那個禮拜三我是有發 因為每天 禮拜三跟禮拜天發影片 那如果說你有進場到了 基本上就是在最低點 我基本上就是在技術結構裡面的最低點 然後是 拉了一波漲幅 基本上我先看到這裡 13% 那時候畫的壓力就到這裡 我不會唬爛啦 就是說如果說我告訴你的指定位 到現在都是 一路往上是這樣 那他現在是暴力往上拉 但是在禮拜五 是不是 相信局勢線還是被他壓制住了 所以說 基本上你這邊出單出一張 這邊再出一張 這是這兩張就完美 我就說這邊出一張 這邊出一張 就這樣子 那目前看起來我認為他 有機會 我不能說他後面會不會突破 那有機會會轉折下來 那轉折到這個點的時候 我是覺得不要到這個點了 我覺得他最好是 轉折到這裡 盤一盤再突破 如果說這樣來突破這個點呢 我認為就是不錯 但是如果說掉到這個點呢 我就會 考慮啦 我覺得 我在這裡 這個點我就沒什麼興趣了 這個點就沒什麼 我認為他這樣子 突破這裡 再回撤 我覺得這個點就非常的完美 我希望主力這樣做啦 我是希望他下來啦 我希望他下來 那如果人人都有機會 當然好嘛 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01 這是我找的齁 那基本上啦 他就是有牽扯到這個 AI的這個 東西 那大家看一下 他其實原來呢 沒什麼量 但他就是有點像是 2021年那時候 牽扯到那個什麼 元宇宙話題 無量也在 往上噴 那時候 不太知道的什麼位數啊 什麼威勝啊 通通都往上走 然後 一些個股 像劍打也有嘛 反正就是牽扯到 元宇宙的 然後什麼大眾控啊 只要你牽扯到 元宇宙三個字 就直接往上噴 那目前看一下01 這一檔個股 其實有一些危險 因為其實 節目一些報導啊 然後 都是有一些在講啊 那我個人覺得 有一些危險啊 那在禮拜五呢 就是有一些上一線 當然有可能呢 就是正在禮拜五呢 就是大盤在下殺的時候 他也一起在高檔去出貨 然後我們看他切成在一個小蛇線 那一個小蛇線呢 我大概畫一下 這個三星區線給大家看一下 那三星區線的部分呢 就是在這邊去畫上去 畫上去之後 你可以發現說 在禮拜五收盤的最後一根 他是從 我們的2月7號 走走走走走走 8號 9號 然後10號 走了1 2 3 4 走了4天嘛 那我說讀我貼在這裡的話 大概走了 真的將近5天喔 5天呢都是被這一個 一條非常簡單的三星區線 這樣帶上去 帶上去 那在禮拜五這邊開始有一些 沒有什麼軸紋 然後開始有一些 要往下 那以一個 K棒 然後還有我自己個人的看法來說的話 這個是 波段裡面的最大量 目前看起來是嘛 然後K棒很醜 Chunk最高價格 但是你可以看到 然後隔一根也是嘛 禮拜四也是 所以禮拜五這根也是 所以我們沒辦法知道說 他是不是一個反轉的結構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他這個頂部 會反轉下來 但我們知道的是 如果是多單 肯定不是在這個地方去下 在這邊去下 就算是直撐啦 好比說他底部是 最低是45.6 好那你就算去下底部 都是有些反轉的一個 都有機會跌破 都有機會跌破 只能這樣說 那他K棒確實也比禮拜四還要醜嘛 對不對 看得出來吧 這個超長的這個避雷增上限嘛 所以 基本上他是要經過大概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去整理 我比較看得懂 我只能說我看不懂 但他會不會上去會不會下來 我不知道 因為以我自己客人的技術分析 我看不懂他現在未來會做出什麼事情 對那 以簡單的三針曲線來看 確實從禮拜一 2月6號開始一路整整整整 整到禮拜五 然後開始有一根開始要跌破了 然後爆大量出貨 這一根爆大量出貨 9點到10點都出貨 那最後一根也開始有點 一些動搖 好像要跌破那種感覺 對所以 就持續做觀察吧 持續做觀察 那目前看不懂一個 一個他會怎麼做的一個跡象 好我們來看這個八罐吧 OK那我們切成天來看 那八罐的部分 然後他是有 一樣是牽扯到 這一個 應該是牽扯到軍攻概念股 那你可以看到他禮拜五呢 基本上也是一個出貨K 然後我們在禮拜四是有復盤過 忘記了 反正是在2月9號這個點 所以說 我才會說如果說你看到出貨K 出貨K的這個定率是說 波段裡面最 整個波段嘛 從底部拉上來爆最大量 K版超長這個壁雷針 或是一把很像這個 這個什麼 一把寶劍 大寶劍 曾經在跟我朋友在盤中 一起在這個做當沖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前一天 我們就特別找這樣的個股 找這樣的個股 然後呢 折一格一天 拉高呢 看到一些反轉訓練然後去做空 我之前還會這樣做 但是我自己 那時候是在用技術分析 呃不是 呃是指標啦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指標呢 用的不知道很好 所以沒有抓到一個 我覺得我合理的點 然後後來就改做波段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看到這一種 然後壁雷針的大部分呢 可能就會是一些 當沖啊 想要做空的人啊 他們的一些眼中釘 那當然確實也是有一些壓力的存在 然後那 所以說 目前如果說再回到這裡呢 你自己就要小心喔 這邊會不會撐住 不曉得 這個我不曉得 我只能說 你有興趣的人 怕他長上去 因為這邊都還是有一些長上去 有可能長上去的跡象 所以你只能說 你原來呢 你可能要下的比較大一點 五張 你可能就下個兩張 之類的 就不要了 你要把你自己的那個進場 SOP 想清楚嘛 有出破K出現了 那我就不錯進場 那我都只進那個 沒有出破K的 那也可以也很合理 那如果說你想要試試看 那當然也可以 那目前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如果說他離太近 離支撐太近的話 我認為會有一些守不住的跡象 所以基本上我會pass掉 我會pass掉 他出破K我會pass掉 但是 講真的啦 以這樣的結構 拉一拉 拉一拉 之後 突破 馬上遇到出破K 馬上遇到出破K 然後去疊的話 這一根呢 不只是出破K 而是突破這點 都叫做假突破 有一些人就會在他疊破景線 白色線的時候 在他收盤確立去放空 反彈到這邊呢 再加空 這樣子 但他是強勢股啦 我還是不建議這樣做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 而且像他的一些 龍之龍捲的一些 呃成本是 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那我自己呢 目前 真的要做空啦 我自己也選擇是用 騎過啦 不過 就沒有去做 沒有步一些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台船 那台船 應該也是有點牽扯到 這一個 軍攻概念股啦 那他可能 比較不只有 這一個什麼 航運之類的 那可以看一下他技術線型的一個反轉 我覺得他算是在 如果說以航運股來說的話 算是蠻強 所以我就不把他歸類在航運股 把他歸類在這一個 這一個軍攻 那之前期有講過一次 在這禮拜有講過一次 那看一下區域的部分 1234 然後這邊是一個 大量的這個 假突破 算是出貨K啦 那出貨之後呢 從這個 11月30號 一路跌到這個 1月17號 然後再開盤 開春第一盤 1月30號開始進行反轉 那目前呢 這邊到這裡 都還是 我認為都還是一塊壓力 然後 其實在禮拜五 這一天也沒有特別的一個走勢 所以 我目前把整個壓力呢 都在調整 調整到 這一整根 這一整根的這個Range都有可能 所以 將來啦 如果說 當然他有點不太明顯 因為我是看 主要看他可以幫碰碰碰碰碰到位置嗎 這一根是20.85 這一根是20.85 欸? Match到 但是在禮拜五呢 他跑到了21 所以說到底是20.85還是21突破才是真正的 不曉得 所以目前的一個情況是 我會多希望 我會希望他再多打個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最多次 越多次越好 最後突破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完美去抓到 搞不好 他是一個轉折的 一個突破區 一個突破區 大家自己有興趣做觀察 就觀察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南港 看一下他算是橡膠 那橡膠的話 那時候我自己的觀察是 台象 我自己觀察台象 那看一下吧 如果說以他的技術結構上來看的話 就有機會是再做一個 就是底部的W 然後直接跟大突破 我直接跟大突破 那他的壓力的位置 我也不是很清楚在哪裡 我不知道是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我抓低一點好了 我抓低一點 大家這樣抓到在這裡 大量嘛 大量 然後 大概抓這樣範圍好了 就是大概36塊左右 然後因為他跳空開高 然後最後是 有收上去 那7.6% 所以說目前這邊有彎下來 你對這個橡膠類群呢 想要佈點 傳產的部分 想要佈點群 就是說之前的這個講說鋼鐵很好很好 從1月份也噴蠻多了嘛 那你覺得說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機會呢 那你可或許 傳產的這一檔 你就 考慮看看吧 那當然會不會長 會不會跌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下單的手都是在你自己 我也沒有逼你下 所以自己考慮看看 然後你相區線的部分來看的話 是1 2 3 4根都碰觸到 然後這個點呢 搞不好如果說卡在這裡啦 當然這個比較難去做判斷 你的盤中也難做判斷 所以說他哪一天收盤卡在這裡 那你或許可以考慮 搞不好他不會再玩下來這裡 所以以基奇來說的話 呃 我覺得 這裡到這裡是吧 喔 他的整體的趴數其實不大喔 這個要自己小心喔 就是說 有好有壞 對於新手來說的話 這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 因為每天長跟疊 不會太大 可以慢慢的去磨耗 你的這個 不是磨耗啦 要慢慢去鍛鍊你的心智 那 因為目前看起來他的整體趴數不太大 所以有興趣再看看吧 有興趣再看看吧 我從這個真的從這個姿勁開始往上拉欸 趴到這邊才10% 有點少啦 對我自己覺得有點少 對我自己覺得有點少 OK我們來看一下合成 好啦合成的部分就是 也算是軍攻概念果啦 然後在禮拜 禮拜五呢稍微上漲5.36% 那目前這個情況 我應該會 就 上看吧 反正他的比道就是下影線嘛 那就把它當作是他的支撐 然後這是我打 這之前在那個 過年的時候打的 等待撐撐區先突破 那17到17.5是支撐區 上方壓力區為大量出貨 還未經過測試 是這一個 基本上打好 所以說目前他這裡應該會 會形成一些短壓啦 應該很明顯吧 這邊有一個短壓 只是說他價格會在這邊 進行一些盤整 那也確實打到打到 然後禮拜五打到不上去 那因為他已經被出貨過 那可能就沒辦法 跟雷虎一樣一起這樣往上噴 那雷虎是做一個三條熟練 然後往上走 這樣子 兩檔是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一檔 就大致上這樣子吧 沒有什麼 特別的 我覺得他上檔力道是 稍微比較沒那麼強 因為之前一些出貨的現象 好我們看一下 這最後一檔 南亞科算是記憶體啦 記憶體出去 那稍微看一下吧 嗯 我們把它重畫好了 我要準備要看他藍色的線 我就覺得很想把它全部 很想把它散掉 因為是之前的線 OK那 從這邊開始畫 然後呢 目前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幹嘛 找支撐嘛 對不對 找到他的支撐嘛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OK 嗯 假設啦 這邊是一個 嗯 類似 也不是類似 這邊是一個W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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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假設 這邊就是一個W底 3.3% 所以 這一筆單呢 你只能說可能要拉到這裡 我們看 如果說啦 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看到 是不是有成交量 如果說在 10月14號這邊是 有大量的成交量的話 那 低點 你的防守點就可以抓到這裡來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 喔 漂亮了吧 有吧 大量的低點不跌破 它都有機會進行這邊做測試 所以這邊進行這一波 這一筆單是能夠成功的 那拉10%先走的話 欸 漂亮嘛 然後它花掉了 不重要了 那之前到這個 底的時候 它這邊還要進行一些測試 它還是把 它還是有把 這一個範圍喔 我看的景限是這裡嘛 但是它真正去測試 欸 還是有測到這裡來 然後才進行一波反彈 對那反彈沒多久就往下跌 這邊就形成一個 類似左肩 頭部 右肩 這個頭肩 頭肩底之後往下跌 然後這邊底部呢 又很討厭的 做了什麼 它算是 W底嗎 也不算是 U型底 其實也不算是 反正呢 這邊就進行一波 破底翻啦 只能說這邊進行破底翻 看一下 破底翻 這邊就不拉型太好了 這邊就是一個破底翻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欸 這邊是破底翻 所以說啦 它曾經呢 欸 突破了 突破了下跌跌 但是呢 沒有能夠往上漲 然後並且呢 在1月30號那天呢 還是出貨的 還是出貨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它這裡應該是有一塊壓力 基本上它這裡應該是有一塊壓力 嗯 看一下喔 這裡 我們大致上就抓在 這一個點吧 是多少 61.2 60.9 這個收盤說 60.7 那差不多啦 就是大致上抓在這個 大概61塊吧 這邊是一個壓力區 對那 我們現在在思考 這邊目前看起來 下山區有些穿線 穿下來 穿到這個底部 穿下來 所以就要思考說這個線到底準還是不準 準還是不準 準還是不準 這邊還更畫不出來 這邊就畫不出來一個什麼東西 唉唷 唉唷 這條 這條是不是有點意思啊 最多線了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五 是不是 是不是漂亮了 這條線可能就真的漂亮了 那我這條線把它刪掉了 然後我們箭頭就來沾 之後進來就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目前它整體的一個結構上 我們把這個 畫掉了 整體的結構算是 W底 打了一個底 然後這邊進行的突破 進行的一個W底的一個突破 那突破之後確實往上走 然後下來就測 再往上 所以它有點算是 這有點難 難懂的點在於說 它會不會在後續的行情 不把我們剛擺生那條線 當作是支撐 那自己尋找了一個新的支撐 就是在這裡 對 然後這邊是破底翻 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的行情是這樣子啦 我就把它給弄好 就是槍區是線 那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目前有沒有形態是 看不太出來 但 知道的是 這裡 如果沒能守住的話 那 下來的這一層 有可能到這裡來 有可能到這裡來 當然啦 我們剛剛左邊畫的這個也有可能 但都是說 有可能 我們只能說我們用最近的 畢竟這個區塊是像 這一個底部下來做測試 沒有在這地方看起來 好像有測試的感覺 所以 有可能這邊左邊W底的警線呢 欸 無效了 沒有用了 所以目前價格應該是 這邊是一個較好的點 那會不會是 將來的機會是這樣子 等待記憶體族群呢 再次真的 用力轉強 差距往上 目前的 想法應該是這樣吧 我們應該講完了吧 差不多 然後我們就十二講到這邊 那 再待會 我們先打算做三步 一步就是這一步 然後另外一步應該是這個 講指數的部分 那指數部分呢 我後來發現了 我們在用這個Trading View 為什麼之所以不用這個去畫 主要還是它沒有磁器功能 這就差很多 它系統不一樣 它沒有做 這個磁器功能 你不覺得很有效嗎 有效點才是說 我可以 我剛 我們就只能 我只能說 我的Label 我大概就只能說 這邊畫下來 這邊看起來 這邊突破 那我就會自動把線對到這個點 這個點 一開始有下來回色 可能就會做反彈 那我認為說 自己這樣畫就是最對的 但 你對一次 那下一次會對嗎 可能不一定 所以說我可能 搞不好我根本畫不出這一條 這樣畫下來根本畫不出來 我會硬要去對 我對要它的線 我完美去Match到 還是說怎樣 然後才能夠去做一個判斷 那 就差在這個磁器功能 就真的差很多 它沒有這個功能 還是我沒更新 應該是沒這個功能吧 所以我發現我這邊畫的線 沒辦法到很準 那再來的話 我們發現說我們Trading View裡面 它只能 然後這個 你拿指數 按這個指數 你可以發現說 這裡面的 我自己個人目前發現了 它裡面雖然說 比如說 台灣生計指數 跟這個生計意料類指數呢 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嘛 它顯示這個代碼不一樣 但是 它好像 就都是只有顯示 上櫃 上櫃指數 那上次指數目前沒找到 所以 我待會應該是在看一波之後 應該是只有講 上櫃指數吧 應該是我初步的想法 因為我還是盡量畫準確啦 不想要維吼欄這樣子 好啦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